嘿,我是姜哥,我又回来了 在这边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 聊我这几天遇到的一件奇葩事情 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我突然间想到了 有很多小伙伴像什么台湾的、港澳台的 包括中国大陆的 他们没身份 然后想弄到绿卡 其实我老早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了 但是正好今天放出来讲一讲 也算是奇葩中的奇葩 为什么我突然间想讲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知道各位知道美国五十一州吗 各位可能不知道五十一州是哪里 五十一州就是福州 美国的第五十一州 福州的圈子里面这段时间有一些偷渡客 然后这些偷渡客啦 去Oklahama那边农场里面去种草 结果呢 被FBI给盯上了 然后呢农场被操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怎么被操的 不就是 你附近哪个区的农场里面举报的吗 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范围里面种草 多多少少大家都认识 那么种着种着 就看你快收了 反正把你给举报了 我也能多振一点 啊 这就是内卷 种草其实也在内卷 不要以为说种草 就没有内卷 然后呢 呃农场雇了非常多的那种 也算是七大姑八大姨 远方亲戚这种 类似于这种 啊 熟人介绍熟人进来种草啊 有一点技术含量的 啊 就是杀杀虫啊 八宝草啊 啊 捡捡叶子啊 类似于这样子 但是 就快收的时候被人举报了 每次都是这样子 哈 有可能是内鬼 有可能是股东不合 咱们另当别说 但是我突然间联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 邮签证 啊 因为警察 很希望你们自己 在内部去搞 去搞这一个农场组 啊 就是谁 谁谁出钱的 搞这个大麻的 去搞他 那 其实警察更指望你去举报他 说 我在你农场里面上班 然后我没身份 我现在我被抓了 被抓了 怎么办 是不是 又没身份 然后呢 其实已经有人这么干了 只不过分享给各位 让你们的脑子好好开窍一下 真的如果搞不到身份的话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路径 个模式 没什么 首先呢 在农场里面 呃 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 人口贩卖 其实不能叫做人口贩卖 是 大家都是自愿去的 尤其是没身份的 你说 好吃难做 不是说好吃难做 不就是多想挣点钱吗 然后一没身份 又不想去干餐馆 也不想去干按摩 也开不了卡车 反正挣个三五千的 也不想挣 那还不如去种草 一个月挣个一万左右 哎 有点技术 还可以多一点 还拿点股份 那估计呢 种着种着 内部可能有点小矛盾了 就互相举报 有可能是别的农场举报 有点别的老板举报 上家举报下家 都有可能 其实 我突然就临光一线 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反正你都没身份 是吧 那你现在被抓 那你抓了 你就干脆 把农场举报了 除非他是 你 你没身份 现在被 种草 被抓 然后呢 你因为 非法移民 连旅游签证都过期了 甚至没有签证 不用担心啊 反正你都被抓了吧 是吧 豁出去 申请优签证 啊 直接拿旅卡 那优签证呢 其实 也不是什么秘密啦 满大街 大家都知道 这个圈子里面 包括华人圈子里面 老早都知道了 什么送外卖 送外卖被抓 然后 不 送外卖被老黑抢 抢了就算了 还被打了一顿 然后呢 就申请优签证 优签证就下来了 这个就是 不幸中的万幸啊 不幸中 人生有不幸的时候 有时候也有幸的时候啊 不幸的时候 你被老黑打了 萌芽掉两颗 然后被打到中院了 然后这 这时候你就变成什么 crime victine 犯罪犯罪的受害者 这时候呢 你可以去申请什么 优签证 那我 我今天讲这个 其实我就挺有感慨的 假如你不怕被人打 你就 让别人打一顿 去申请优签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了 聪明的你可能已经想在我前面 甚至呢 你去农场里打工 没身份 反正去农场里面也是打黑工 去种这些非法的东西 种草 那既然被抓了 那警察也巴不得可以破个大案 立个工 以后退休拿点 奖金 警察巴不得你说你是被人口贩卖 这时候呢 你以这个理由 去申请 优签证 说白了就是受害者绿卡 你的美国们就实现了 当然了 我不是在怂恿你 去 去干这件事情 只不过 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件事情 假如我在美国 我没身份 我是非法进来的 我没签证 或者是我是台湾籍 或者是我是马来西亚籍 或者是我是香港护照 那么我进来之后呢 那又不想假结婚 那要不然挨个狠一点呢 长痛不如短痛 冷一冷 就让老黑打你一顿 或者你在大街上被随便闷着头 打一顿 抢点钱 你就是受害者 当然了 我没有在教你怎么做 只不过我告诉你 你送外卖的时候 让老黑给抢了 或者是让老墨给抢了 或者是让白垃圾给抢了 然后呢 你去报警 做个report 然后你没身份 警察 放心 纽纽约美国 加州 你没身份 警察不会去过问你移民身份 然后呢 你只要有了report 拿个passport出来 因为美国不可以随便抓非法移民了 非法移民不是警察在管的这件事情 是谁在管 是移民局在管 聪明的你早就应该知道 所以呢 也不要担心说什么自己拿着台湾护照 也不要担心自己拿着是马来西亚护照 或者新加坡 或者随便什么民主国家的护照 你没办法申请政治庇护 那那你就搞邮签证嘛 是吧 所以说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件事情 我就分享一下给各位 就是有的人有讲 有的人没讲 那在这里的视频能帮助到某些人 能帮也是一种帮 我没有去收任何钱 然后呢 各位 如果有有在私信问我有关于政治庇护的事情 在微信里面问 我麻烦你们可不可以 涨点心 就是不要那么随意就开口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做政治庇护啊 这样子搞几下我的账号就死了 大哥求求你了 姐姐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有什么要问的 咱们打一下谐音字好不好 或者是稍微 稍微 留个电话号码 我打给你就行了 不要太直接了 有时候我真的是无语式的 那好心 自己搞了这么多麻烦事 我为什么想去帮助别人呢 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没身份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有个人可以出来讲一讲或者点播一下 至少不要走弯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做视频的初衷吧 当然了 那有的人可能啥都会 但是啥都不说啊 这种人有没有大把的事 所以说咱们也不去去论断别人 只不过我觉得还该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 然后呢 这个只不过是你拿到绿卡的另外一个方式吧 然后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办法或者是新的拿绿卡的方式 不要什么搞得那么难什么投资移民都不能拿个几百万出来没那个钱 那么就搞这个 或者呢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结婚 如果你是女的 如果你是男的 你们两个 一个有绿卡 想挣点钱 或者另外一个有公民身份想挣点钱 都可以私信联系我 也不是说这是犯法的 这是合法的 这你们是自由恋爱啊 就像就像日本一样 那个为什么说他们的分数店是合法的 小姐姐会给你写一张卡片 你们你们短暂时间陷入了自由恋爱 这个没办法插手啊 是吧 我又没有教人家干坏事 这是你们自愿结婚拿绿卡 当然了 我只不过起到一个媒婆的作用 如果呢 有这方面资源又想挣钱的 私信联系我 我帮你介绍客户 然后呢 我挣一点commission就可以了 媒婆费 当然了 也希望你们真的结婚 有的人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假结婚 假到最后呢 也有可能成真的呀 是不是 有可能这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说呢 各位 今天这个就是我 有签证突然间想到的启发 就是去大麻农场里面 被抓的那些福州的小哥哥小姐 非法种植草 结果被抓 然后 然后防守一下 就拿到了绿卡 哎 我突然就联想到了 对哦 这个也是属于油钱证的一类 其实警察很巴不得你可以这么干 但是很多福州人他不会这么做 这除非 农场主跟这个非法移民不是非常熟 那你可以完全的肆无忌惮去干 然后去告农场主 反过来说他是人口贩卖或者人口放运 然后你被逼在农场里面种草 当然啦 这一个虽然说在人伦道义上讲有点过不去 但是你话讲话讲回来 how much you pay how much you get 那你既然都知道这是非法的啦 你就要承受这个非法的带来的影响跟结果 所以啊各位啊 如果想搞身份 如果这个农场主又不是你亲戚 搞他吧 没关系 除非他是你亲戚 那你可以不搞他 也没关系 只不过是告诉你一个捷径而已 啊 有的人怎么干 好了 我话不多说了 我也不想得罪农场主 虽然说 也有一些农场主也在干这种事情 反正自己要长个心眼了 啊 不要再请这些没身份了 要请都是请有身份的 OK 扯到这里了 Good luck 拜了个拜